大家好,我是东京颜太郎 今天我给大家讲讲什么是NISA N-I-S-A 在日本做金融投资的话 我觉得你必须知道NISA 那首先什么是NISA呢 NISA是在日本政府设计的一种 针对股票和基金投资的一种免税制度 大家看到这句话的话 我觉得可以不用看后面的视频 可以直接去自己查一查什么是NISA 然后去开NISA的账户吧 当然你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继续看后面的视频 日本政府我们知道 针对金融市场投资获利的所得税率是20% 也就是说你炒股挣了10万日币 那要交2万日币的税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高 那么NISA的日文的原文是 就是少额投资非课税制度 这个非课税 非课税就是免税的意思 我每次看到这些英文的缩写了 总想查一查它到底是什么 我查了一下是日本Individual Savings Account Individual是那个个人 个人的意思 个体的意思 Savings是那个存储 储蓄的意思 Account是账户 大家知道 所以它这个英文的意思就是说 日本个人储蓄账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一种一个账户 那么NISA的免税投资额度 每年是120万日币 2014年到2023年之间的五年之间 你都可以那个 之前那个享受这种福利待遇 那么就是说 今年是2020年 我们还可以享受2021 2223大概四年 四年的话就是480万日币的免费额度 但是呢 如果你当年没有用的额度 是过期作废的 好像你那个 过了这个2023年之后呢 你这个非课税 就是说免税的这个投资额 会转成交税的 最后呢 我刚才说了 是一个Account 是一个账户嘛 所以需要通过证券公司 开设单独的NISA的账户 那么NISA账户的开设条件是 第一个是要20岁以上 第二个当年1月1日就在日本居住 而且有 著名登陆的 外国人也是可以的 而且每个人 限开一个的 一个NISA账户 最近的话 日本政府又推出了一个 積みたて NISA 那个積みたて的意思是积累 它主要是面向长线的投资 是从2018年1月1日开始 仅仅面向基金的投资 我们知道基金在这里是 トウシシンタク 简称トウシン 这个每年的额度是40万日币 期限是2018年到2037年之间的 20年 NISA这个制度我觉得是蛮好的 就是对个人投资 投资者的话是一个福利 但是很多人就是不知道啊 特别是很多年轻人 都没有 没有用 根据日本的政府的统计 现在NISA账户 60%以上 又70%以上 大概是60岁以上的老投资开设的 年轻人的开设比例非常低 我觉得可能年轻人都比较穷 都是月光 没有钱进行投资吧 但是如果大家刚好 做金融投资的话 一定要记得开设NISA的账户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能有所收获